各位好 我們來看一下範例2 有兩顆相同大小的球 以長度L質量可忽略的輕的擺繩 掛在天花板 左邊小球是2M 右邊小球是3M 拉起兩個小球 高度分別為HL和HR 釋放之後讓小球擺向中間 那最後呢 兩個小球恰好在最低點 發生正向彈性碰撞 碰撞後 左邊小球又擺回到最原來的高度 HL 球這個HL比HR 那首先一些比較細心的同學 可能會想到 就是 誒這個 從不同高度盪下來 它會在最低點相遇嗎 我覺得它從不同高度盪下來 時間 花的時間會一樣嗎 一定會在最低點相遇嗎 其實 這個 題目 它應該是 這個L很長 L很長的時候 遠大於這個 H L遠大於H的話 就有點像小角度的單白 那小角度的單白 它的單白周期呢 就跟擺動的幅度無關 所以這個是一個體外化 就是如果有同學好奇說 不同的高度盪下來 難道花的時間會一樣 會同時撞到嗎 在最低點撞到嗎 其實是 在小角度的單白的情況下 擺動的幅度 就會跟這個周期無關 好 那 我們來看這一題吧 那 所以 從這個提議中 我們可以 可以推理出這樣一個結論 就是 如果把這個 左邊這個叫1號 右邊叫2號的話 那1號撞完之後的速度 會跟它撞擊前的速度一樣 但方向要相反 方向會相反 因為它回到一樣的高度 這個是由重力位能換動能 或動能換回重力位能 來推理的 因為如果是從一個高度 這樣盪下來 它就會獲得一個 一個速度 好 那 那如果用相同的速度往回衝 它也可以回到原來的高度 它也可以回到原來的高度 因為動能 重力位能 的互換 的關係 所以它是可以可逆的 力學能手痕的情況 它都是可逆的 就是它可以 盪下來 又可以盪回去 只要它沒有耗損 那 所以 提議告訴我們說 1號它碰撞後的 速度 V1' 就跟 碰撞前的V1 會一樣大 然後 差一個負號 那 並且呢 從 動能換重力位能的公式呢 可以推理出 這個速度 就是 根號2GHL 這樣子 那另外一方面呢 V2 這個 2號 左邊的 它這樣盪下來的時候 最後 最後的速度 也是 跟一開始的高度有關 那 也是可以用 根號2GH 來表示 那 這是HR 那如果加上方向性的話 以向右為正向 以向右為正向 那 V2其實是負的 這樣子 然後 V1' 應該也是負的 V1'應該也是負的 V1'也是負的 因為他們 V1'就撞擊之後 這個是向左 V1'撞擊之後 是向左 稍微寫一下好了 那這個也是向左的意思 好那接下來就是帶彈性碰撞公式 還記得嗎 彈性碰撞公式 1號碰撞後的速度呢 就會跟 兩個項目有關 一個關乎於 1號撞擊前的速度 一個關乎於 2號撞擊前的速度 一個關乎於 2號撞擊前的速度 那底下 分數的分母都是總質量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把數字帶進去 這裡是1號的質量加2號的質量 這裡也是1號的質量加2號的質量 那第一項的話是1號質量減掉2號質量 第二項的話則是2倍的2號質量 那我們的質量呢 分子分母都有 就可以約分 就可以約分 所以寫成呢 負的5分之V1 那再加上5分之6V2 然後V1要等於什麼呢 V1要等於負的 根號2GHL 如果我們先可以晚一點再用 我們可以直接先寫 等於負的V1就好了 這個V1Pi等於負的V1 那再經過整理呢 我們就可以寫成 5分之6V2 就會等於負的5分之4V1 也就是說V1比V2 就會是6比4 就是3比2 對吧 好 那可是V1比V2又會等於什麼呢 又會等於根號的2GHL 又會等於根號的2GHL 去比上根號的2GHR 對不對 那因為V1就是根號2GHL 然後V2就是這個負的根號 然後V2就是這個負的根號2GHL 好 那我們這邊其實漏掉了一個負號 稍微寫一下 V1比V1 V1比V2是負的2GHL 可是呢 可是呢 我們在把V1 V1帶進來的時候 V1是要帶這個正的 根號2GHL 可是V2的話 則是有向左的 V2是有向左的 所以V2是帶這個 那就會有一個負號 會跟前面的這個負號會消掉 寫清楚一點吧 這裡有點醜 好 所以最後呢 我們就會得到 一個 這裡這裡還沒有消掉 這裡還是要寫清楚 有遮到嗎 有遮到嗎 好 所以最後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 四分之九 就會等於HL去除以HR 所以HL比上HR 應該就是九比四 這就是它的答案 這就是它的答案 所以這一題是需要 有一點熟悉 對於這個 V等於跟號2GH 這件事情 這個是動能換位能 的這個公式 然後 然後 除了要熟悉這個之外呢 還要熟悉 彈性碰撞公式 然後應用 應用之後才會得到答案 好 謝謝 謝謝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